数百年间 科学技术持续革新 法医学不断演进 假如现代法医进入古代案发现场 对就案重新审视 会运用什么样的现代检验技术 又将找到哪些新的线索呢 在古代 判案官员主要依靠观察 师表伤痕现象来推断死因 这种仅凭肉眼观察的方法 一直沿用了数百年 今天为了演示新的观察手段 特效团队在法医顾问的指导下 模拟还原了一个死后斩首的 颈部模型 相同的创伤 现代科技为法医提供了 截然不同的观察方式 利用光学原理 对伤口进行三维扫描成像 可以获取准确的模型数据 再微小的伤痕都可以清晰放大 便与检验人员更细致地观察 它这个弹井的创面我们有注意 像是切卡形成的 你看这个创面好像张力 回缩的比较轻 没有出血 然后没有张力 也没有回缩 所以像是一个死后形成的 颈部有一条条形的水平的 鲜红色的一个缩垢 中间有凹线压线 这条形成的最高限的 我会不会看得到 在这条形成的 也不会看得到 我会不会看得到 这个数据 有什么要求 我会不及 这条形成的